歡迎回到HK Developer 我是Vinci 大家猜猜到我們今天去哪裡呢? 看到我身後這麼漂亮的地方 就知道我們去梯德區了 今天我們會去梯德區看兩個新樓盤 在我旁邊就是由惠德峰特殊的Monaco 它是最近才命名的 它是最會分一期和二期 一期會有399個單位 而二期會有247個單位 主打是一至三房為主 其中是以兩房為主 它會佔總體的48% 預計會在2022年的年尾落成 由於當日我們去樓盤附近的時候 傳媒都是在建築的地盤 所以繞路走 所以去的時候花了多點時間 相乘落成後會方便更多 新樓盤Monaco走兩分鐘左右 就看到由政府起的體育園 到時會有很多運動設施提供給大家 如果喜歡運動的朋友 就千萬不要錯過啦 維港1號位於啟德舊跑道區的第4B區的2號地盤 但是由於現場有幾個地盤 和沒有Banner分辨的緣故 我們就問了當地的地盤師傅 推測出這裡應該就是維港1號 而根據師傅的講解 對面就是恆基的新項目 維港1號有3棟建築 包括有2棟32層高的高座大廈 和1棟6層高的低座住宅大廈 合共提供1059貨 預計會在2023年3月尾落成 而樓盤對出就有個巴士站 城巴22號往右一城 只要怎樣去這個樓盤呢 就可以選擇在九龍灣港鐵站 搭小巴86號 或者是城巴22號和22M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了兩個啟德的樓盤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Share我的影片給你的朋友看 下次見 再見